5月是妈妈月育证公所以及卓西乡公所都分别办理了表扬模范母亲的活动 而其中卓西乡公所也表扬环保妈妈 以及112年第一季各部落环境卫生清洁竞赛 由新女力公益协会展演活力健康舞揭开序幕 场面相当活泼温馨 妈妈们穿着冰纷粉红色上衣抬上乐力舞蹈 这是卓西乡公所办理的模范母亲的表扬活动 表扬模范母亲之外还有环保妈妈 以及112年第一季各部落环境卫生清洁竞赛 目的就是要在这个特别日子向各位母亲说声辛苦了 6个村所以颁发的是跟往年一样也是6个模范的母亲 然后这次还有增加了环保的妈妈 也是因为6个村所以有6个母亲 卓西这一次总共表扬6位模范母亲 以及6位的环保妈妈 其中来自太平村代表获表扬的母亲田秀琴 内心非常感动 也说当妈妈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一路走来单亲独自抚养3个孩子 只要孩子都健康对他来说就是一大幸福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聊天的对象 商量的对象 然后有时候一个人也只能说 一个人 有时候用眼泪 你用眼泪 我相信我的孩子也看得出 我对他们的付出 我对他们的辛苦 另外在玉里镇公所 一文中心办理妈妈节的表扬活动 今年玉里镇总共表扬17位的模范母亲 镇长龚文俊表示 感谢天下母亲的辛劳跟付出 并且说明明年会与玉里镇妇女会 共同来办理母亲节的活动 让每一位妈妈在这天感受满满的爱 明年开始 我们未来母亲节的活动 为了要更尊重我们受奖的这些母亲 我们跟妇女会共同主办 而不是共手自己玩自己的 好不好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代表 能够支持预算通过 华丽南区在这一天 特别举办表扬母亲的活动 感念母爱的伟大 肯定母亲的付出跟辛劳 并且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也预祝全天下的母亲 都幸福健康平安喜乐 记者高双双卓西玉里采访报道